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一起来复盘 现在是三点半左右的美东时间 今天的股票的状态 马上在半个小时之后也就收盘了 整体来看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屏幕上的Tesla 现在是涨了3.76 它最高的时候涨了有5%的一个涨幅 这个等一会儿进入看图的环节 我们会再回来讲一讲 今天整个市场的明星肯定 就是Palantir这个公司了 这个公司今天是在昨天发布了财报之后 暴涨了23.86 直接冲破了50块钱的高点 也来到了这个公司 自从2020年末第三季度上市以来的最高的一个股价 相信所有的Palantir有吃仓的朋友 或者说在这个位置10块左右积累的朋友 今天都得到了一个相当大的回报 这个公司我没有怎么研究过 原因是因为我不是太明白 它到底是靠什么赚钱的 今天我就借着这个机会 跟大家一起看一看Palantir这个公司 我们直接来到Palantir公司的官网 这个网页是它的investor relations 也就是投资者关系部门的这样一个网页 它这个网页上一般会更新一些财报的公布 或者是给投资者看的简介 或者说是给投资者看的一个PPT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Palantir的presentation 看一看他们公司自己做给投资者的PPT里面 有没有什么一些关于最近它财务方面表现的一些信息 让我们回到第一页 从第一页开始看起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2024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的 或者说它做生意的update business update 这个文件大概有30多页 我们就挑一些重点来看一看 就像吃菜一样 我们就尽量的挑着肉吃 首先来看到它的第三页 这一页给出的是2024第三季度 它财务方面的一些亮眼的地方 好 我们从第一项开始看 就能看到它在美国的营收 年比年是增加了4% 季度比季度是增加了14% 现在它的总营收是来到了499个million 非常的不错的一个涨幅 Palantir公司在美国commercial 也就是说商业领域的营收是增加了54% 年比年或者增加了13% 季度比季度来到了179个million Palantir公司与美国政府方面相关的营收是增加了40% 年比年增加了15% 季度比季度 然后现在是320个million 我们能看出来这个179加320 就等于它上面499的总营收 也就是说Palantir公司从私企或者说商务方面 商业世界里面带来的营收占它总营收的35.8% 对吧 这个179除以499你就能得出35.8来 它在政府方面带来的营收是64.1 怎么得来的64.1呢 320除以499等于64.1 也就是说它这个公司绝大部分的收入64%的收入 是来自政府相关的或者政府给它的合同上面 我们接着往下看revenue grew 30% year over year 也就是说它的整体营收年比年相比增长了30% 或者每个季度跟每个季度相比增长了7% 现在是726个million的总营收 上面咱们看到的这个是us revenue 美国的总营收 下面这个是总营收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涨幅 当一个公司的营收能以这样的速度增长的时候 它绝对是一个成长的成长股 接着往下看adjusted operating income of 276个million 38%margin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它调整过的 来自公司主要运营业务带来的盈利是276个million 它这个38%是怎么得来的 它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拿这个276 这边的这个276除除什么呢 除这个726除以726 你就能看出来这个38 它说的这个38就是这么得来的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个人 然后你有很多的收入 你有上班的收入 投资的收入 租房的收入 各种各样的收入 但是你的上班的收入呢 还是你的主要业务 那你的这个上班的收入 就是你的operating income 那我们投资人为什么要关心这个adjusted operating income 而不是这个整体的revenue呢 是因为这个adjusted operating income 看的才是这个公司的主营的业务 这个总营收 它这个726million的总营收呢 里面可能包含了其他的很多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比如一次性的东西 比如不经常出现的东西 我们在分析一个公司的财报的时候呢 看这个adjusted operating income呢 是更干净 也是一个更透彻的这么一个衡量的指标 相当于移除了挺多的杂音 这个公司的这个指标看来还是非常好的 它占了总营收的38% 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一行 adjusted free cashflow of 435个million 它有多少的自由现金流呢 有435个million的自由现金流 它60%的总营收都会变成这个自由现金流 那我这个60%是怎么得来的呢 是435就是它现在的自由现金流free cashflow 除以726它的总营收 整个公司的总营收 你就能得到59.9也就是60% 当你的总营收里面有60% 都能变成你的自由现金流的话 那相当的牛了 因为你自由现金流 你可以用来做非常多的事情 包括继续投资自己的公司 包括回购股票 包括给股东发股息 既然我们刚才说了 Palantir是一个成长股呢 它应该会拿着这个自由现金流 继续投资自己的公司 自己的销售 自己的各个部门 这对股东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第三季度 2024年第三季度的这个财报的一些关键的数据 表现的都非常的好 涨幅呢也都是两位数的涨幅 整体的表现非常符合一个成功的 这么一个成长股的这个模板吧 让我们接着来到这个报告的第12页 看一看这一些数据 这个上面讲的是 它在美国商业方面的营收 年比年增长了54 美国商业方面的客户的量 客户量年比年是增长了77% 季度比季度是增长了9% 美国商业客户在他手上的单 目前的价值 年比年增长了73% 这个对Palantir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 因为Palantir它卖东西的模式 是一个订阅的模式 就像Netflix那样是一个订阅的模式 你有一个不同的时间段 然后你过了这个时间段 你就要给它交一个订阅费 它肯定不会像Netflix那么简单 也不会像Netflix那样 月月的收费 它跟政府做的很有可能是10年5年 这样一回一更新 或者一年一更新 这样的这么一个合约 所以说我们在衡量这个公司未来增速 营收增速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 关键看它的客户量 尤其是美国商业范围 商业背景的客户量有没有在增长 有没有在一个快速的增长 我们现在看到的成绩单 2024年第三季度过去的这个季度的成绩单 表现的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需要以后看这个数字 这个客户量的数据 能不能继续推着它的股价往上走 因为市场上的分析师 会拿它客户量的数据来投射 或者来预测它未来的现金流 它未来的营收 然后再用自己的数据的模型去给这个股票估值 它大概就是一个这么样的逻辑 所以说这一页的这个数据 客户数量的数据非常的重要 我们再来看第13页 Palantir说他们Q32024年GAAP 根据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 这么一个会计准则 这是一个准备财报的一个模式 会计的一个准则 它的每股收益 也就是EPS Earnings Per Share 现在是0.06 涨了0.03年跟年比 也就是100% 我们从它这张图上就能看出来 它2023年第三季度 它的Net Income 对吧咱以前讲过这个概念 它的净营收是71.5个Million 它现在这个季度 2024年三季度了 过了一整年了 它的净营收变成了143.5个Million 你拿143.5除以71.5 你就能算出来它的增幅是100% 一年的时间一个公司的净营收增加100% 这难道不是超能力吗 再来看下一页 它的Operating Margin 涨了16个百分点 16% 我们看右边 这个Operating Income 也能看到它是从40Million 一下子涨到了113Million 这个公司在运营方面 Operating方面 带来的收入Income 对吧 它从去年的这个季度到现在涨了183% 这个还是扣除了很多公司内部花销的杂音 得来的结果 你能非常直观的看到公司的主营业务 印钱的能力非同一般 最后一个带大家看一下他们给出的 这个US Commercial Customer Count 这个美国商务客户的数量 我们也能非常简单的看到 从9月30号2023年的181涨到了321 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涨幅 非常的不错 它基本上每个季度都以双位数 十几二十几这样的一个速度 再往上增长它的客户量 我们刚才也说了 我们从客户量就能用一些模型和计算 来推算它未来的营收 所以说这个数据 大家一定要后面接着关注 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页 真正的是最后一页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们这个公司 对自己2024年第四季度的一个展望 他们觉得他们的总营收能达到767 或者771个million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第一页 这是一张第一页的截图 他们的总营收现在是726个million 也就是说它能再涨一涨 从726涨到767或者771这样一个区间 它的Adjusted income from operations 也就是说公司主要营运业务 带来的收入他们觉得能从现在的276涨到298 或者302在下一个季度 所以整体来看你从财务上面就能看出来 第一印钞能力非同凡响 第二增速也很快 不管是看它的revenue总营收 还是我们刚才看的客户量的增速都非常的不错 然后又给出了一个很不错的这么一个前瞻 说下个季度该涨的还都会涨 我的总营收会涨 我的主要业务带来的收入也会涨 所以说你看这个就能看出来 这家公司的前景应该是挺不错的 好我们刚才看完了Palantir的给投资者做的报告 我们直接来到SEC的网站来打开它11月5号发布的财报 这是哪一个网站 这一个是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所谓嘴里说的10Q10Q 我们刚才既然看过了一些它财务状况以及赚钱能力的指标 我们为什么还要打开它在SEC上面的财报这个10Q 是因为我们要看一看这个management discussion and analysis这个部分 一个财报它并不是只有几个财务的报表那么简单 一个完整的财报的文件 它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也很重要 比如这个management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这个等于就是公司的管理层对这一次的成绩单做的一些评论 和对未来的一些看法 它就会写在这里 为什么要看这个东西 是因为这个东西看完你才能更好的理解 它财务上面的一些数字到底想讲什么故事 这个东西大家也可以自己打开去看 它挺长的 我看完之后总结了4点 第一点是这个公司是造软件的 它的软件是通过订阅的方式收费 我看这一点是为了回答自己 这个公司到底是干什么怎么赚钱 什么方式赚钱这种问题 它这些软件会帮助军方政府 或者说一些大的公司通过数据的一些分析 来帮助管理层做一些政策上面 或者说运营上面的决策 简单来说它是一个造软件的公司 它一开始造软件的目的 就是为了帮助美国的情报部门反恐 只是最近这两年 它才开始涉足这个商务板块 也就是民用板块的这么一个范畴 很多民用的科技都是从美国军方 或者说美国军方的这个信息部门 也就是CIA它们那里边传出来的 第二点它的growth margin非常的高 高的可怕 它的growth margin现在已经达到了80%到82的 这样一个区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每卖出去一块钱东西 它自己就能留下8毛或者8毛2 这样一个情况 你比如说拿一个餐厅比 它的毛利率如果是高级餐厅的话 可能也只有10% 所以说你这个毛利率80几 不管是哪个行业 你去跟哪一个行业的公司比呢 它都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了 卖出去一块钱东西 你自己留8毛 难道你还不开心吗 第三点 它们现在的目标 发展的目标 就是扩大自己民用板块的 民用板块的曝光率 也就是我们刚才看的民用板块客户量的增幅 那才是他们现在关注的点 第四点 他们最近与乌克兰 与以色列都达成了合作的关系 也就是说他们找了以色列和乌克兰当他们的客户 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 以色列和乌克兰这两个国家 现在在世界上是在干什么 他们有什么故事 他们会不会是 Palantir这个财报的推力之一呢 我觉得应该是的 这四点就是他这个management discussion 管理层讨论部分的一些主要的内容 我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打开这个东西来看一看 看一看管理层自己是怎么说自己的公司的 好我们了解了一些基本的财务方面表现的数据之后 我们回来看一看Palantir的这个图 然后我们就直接切入我们的看图的环节 大家能看到Palantir的这个图 今天是一个绿色的巨型的上涨的一个东西 这种缺口我们不能特别的当它回事 也不能不当回事 这种缺口在我们平常的认知范围里 都是一个非常有力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表现 就好像你去一个拍卖会对吧 你喊价你喊39 40 45 突然旁边有人喊了一声51 这一锤子落下去直接卖给他了 就是一个表现的是这么一个 特别想往某一个方向走的这么一个形态 非常的好 延续了他这个上涨的趋势 然后今天又冲刺了一波 我们看他现在的这个图表 以及刚才的财报 刚才的管理层 对他们公司做出的评价 我们应该能清楚的感觉到 它是一个往上走的趋势 你在这个地方能不能买 你就自己把这个图缩到最大 然后自己问问自己 在这里买合不合适 总而言之 我现在是对这个公司产生了一些浓厚的兴趣 兴趣的来源就是因为它的超能力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我也在提醒自己这个公司的风险 也是我为什么一直没有买这个股票的风险 其实我在2023年的时候 他10块左右的时候 问过自己要不要买一下这个公司 当时没有买的原因 就是我在看了这个公司当季的一些介绍财报之后 就像我们今天这样之后 我就当时发现这个公司赚钱的能力好像挺不错的 非常的强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非常依赖政府的合同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它美国营收的499个million里边有70%左右是来自美国政府的单 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是它的最大的客户之一 所以说这一点也让我当时产生了一些犹豫 今天也会因为这个犹豫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政府的单的话 当我在用客户量或者说新的单 我用这些数据来推算它未来的现金流 我不知道美国政府或者说跟美国政府相关的部门 会不会让公司提供这些数据 至少说提供及时的这些的数据 所以说这个公司虽然超能力非常的强 非常的吸引人 管理的好像也不错 赚的钱也多增速也快 但是我就不是特别的 心里总是有一种毛毛的感觉 我感觉这个市场里面有几千只股票 你算上其他国家的可能几万上十几万只股票 没有必要特别的去关注 或者说觉得我没有赚到Palantir的钱 我就失败了 或者说我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股票叫做SIG 它是一个挖金矿的非常小的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我是投了资的 我的均价在什么地方 其实就在0.14左右 然后它现在是涨到了0.425 这样一个百分之差不多200的这样一个涨幅 我给大家看这个图 就是想告诉大家这个股票 大部分人应该是没有听说过的 新闻也不报道它 新闻疯狂的报道Palantir这个公司 它会让你感觉你好像错过了 你好像找不到赚钱的机会了 其实不是 这个市场里面赚钱的机会 能赚跟Palantir一样多的钱的机会非常的多 所以你不用为了错过Palantir 或者因为自己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去投资它 现在看到它涨了 又觉得有一些后悔 其实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 好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直接切入看图的这个环节 今天能看到很多股票 都是一个回涨或者反弹 或者说反弹确认的这样的一个主旋律 我们就从标普500开始看起 现在是4.03分 目前已经收盘了 我们能看到标普500在期货的上面 是完全收复了昨天的跌幅 也收复了前天的跌幅 形成了这样一个两个绿色的蜡烛 中间夹一个红色的十字星的这么一种形态 这个形态就更像一个止跌反转的形态了 昨天我在视频里跟大家讲的时候 我就说过昨天这样收出一个十字星 是一种止跌的征兆 然后今天确认就来了 现在我看这个图给我的感觉是 我基本觉得它应该是要恢复往上走的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我更希望它回到20日均线以上 然后让20日均线向上抬一点头 才让我觉得更安心 事情是在往好的方向走的 不用担心 道琼斯指数这边也是同样的情况 收复昨天和前天的跌幅 并且收在了今天交易交易的高位 纳斯达克一样的情况 收复了昨天以及前天的跌幅 自己顶到了自己的20日的均线 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停顿 但是还是收在了今天整个交易日的波动幅度 最高和最低点之间的最高点附近 是一个强劲的想反弹的想反转趋势的 这么一个表现的一个状态 一种形态 比特币今天是涨了2.21 现在好像在最高点被砸下来了一些 就像Tesla的走势一样 今天他也是完全收复了昨天的跌幅 前天的跌幅 并且完全收复了自己的20日的趋势线 即使在今天下午的时候被砸下来了一些 我们还是得再看一看 但是就像刚才说的 事情再往好的方向发生 黄金这边同样的道理 感觉我是在重复自己的话 黄金这边也是一样的一个 止跌的这么一个状态 测试完自己的20日趋势线以上 现在是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停队 别忘了今天还有美国大选 这样的重磅精彩节目等着大家 美元这边出现了一个对它来说相对大的跌幅 它是跌了0.42%跌穿了自己的20日均线 以及昨天自己的地点 如果美元往下走 对黄金和股市都是一个相对的利好 也预示着美联储在美元或者说货币政策上 可能会有所的放松 10年期国债利率今天又是测试了一下 它自己的这根下降的红色趋势线 如果不知道这根下降的红色趋势线代表了什么 请看一下昨天的视频 它整体来说还是在这个区间抖动 但是有意思的是 它今天留了一根长长的头发 这根长长的头发代表的就是往上走 遇到了卖盘或者说债券价格的买盘 把它压了下来 如果美国国债10年期的利率往下开始走 对股票是有利好的 它会给股票减轻压力 我们来看The Qs 今天QQQ这个ETF是暴涨了1.28 对指数基金来讲涨1.28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 收复了昨天的跌幅 前天的最高点以及大前天的跌幅 现在基本上4天过去了 你是一个白忙活的状态 自己现在被自己的20日趋势线给挡住了 它盘后好像微涨了一些 现在好像是超过了自己的20日趋势线 盘后的交易量小我们都知道 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再看一看 基本上是一个止跌的一个感觉 但是我更希望它回到线上 就像这边的情况一样 接下来我们来看苹果 还是同样的一张图 收复昨天收复前天 对吧我感觉我自己的嗓子 说这几句话都已经说的麻木了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可讲的 今天的主旋律就是这个 看一看Google是不是一样的图 果然是一样的图 收复了昨天的全部的跌幅 在这个20日均线上面 还有一些些许的距离 它还有一些空间可以往下砸一砸吗 当然有空间往下砸一砸了 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 它好像在这里产生了一个停顿 以前的视频我说过 如果它能跌到20日均线 我会考虑建一个仓位 现在如果假设它停顿在170块钱 这个区域我建不建仓呢 答案是不建仓 因为这跟我一开始 对谷歌投资定下来的路程定下来的计划 有所不同 我们再看英伟达 英伟达今天是站上了自己的20日趋势线 大家记得昨天我说过 我们看到它前三天都在线下面 甚至尝试过回到线上都没有成功 今天果然站回了20日线上面 继续可以说是回到了一个上行的状态 这个我们还需要继续看 毕竟它现在还面临着美国大选 面临着SMCI造假的风暴 面临着等等的因素 但是今天的走势呢 是一个相对比较牛 或者说一个利多的这么一个走势 波音公司今天下跌了2.62 有点反着大盘而行之的意思 跌穿了自己的20日均线 跌穿了昨天前天的最低点 好像是你忙活了四五天 然后突然一个红色的大棒棒砸下来 把你砸回了解放前 但是没有关系 我对这个股票的看法还是一样的 波音不管怎么说 在美国在世界上的造飞机的公司里边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 依旧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公司 它只是需要更改自己 在管理上面的一些东西 它目前还没有跌破自己 在10月份这边的低点 所以我们也同样的道理 不能说它就要往下接着跌了 下一个来看特斯拉 特斯拉今天最高的时候 是涨到了5%左右 然后在下午的最后几个小时里面 是有一些回吐自己的涨幅 收在了3.54%这样一个涨幅 或者251块4毛4的这样一个收盘价 昨天我们讲过这个十字星又站在20线上 可能会是一个反弹或者说反转的 这么一个先前的条件 今天就收复了昨天的跌幅 收复了前天的跌幅 形成了这样一个感觉要V型反转的 这么一个意思 经过了6天的下跌 我们终于特斯拉也是迎来了第一根绿色的棒棒 我们看一下周线图 周线图好像更明显一些 感觉是测试了自己的20周平均移动线 然后又弹了上去的感觉 继续延续着它牛的走势 它往上走的走势 不管你是现在看周线图 还是看日线图 你都不能说它要跌了 因为它还是底底高 我们下面来看我这张特斯拉的期权 它今天因为特斯拉正股涨了 它也会涨 它涨了27.48% 应该收盘价也是收在差不多这样一个位置 经过了6天的连跌之后 我在这张期权上的盈利 也从昨天的百分之七十几的盈利 到今天涨了以后是涨到了135% 回到了100%以上的盈利 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那这就完了吗 当然不是了 第一我们要看美国大选 今天晚上会选出谁来当总统 第二我们特斯拉的正股的趋势 并没有被破坏掉 所以目前我也没有做任何的改动 还是观望的状态 Amazon这边是大涨了1.90 看过我早上新闻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有一个分析师说 他能涨到240 我们现在就看看他能不能涨到240 他现在至少真的是往那个方向在进发 自己今天的涨幅也是完全收复了昨天的跌幅 前天的跌幅 并且避免了MACD上面形成一个死差 给出了三根日线级别的绿色的能量棒 他还在挑战自己前面7月份的高点 等这个高点过了以后就什么都好说了 Palantir咱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虽然他盘后出现了一个微微的下跌 但是今天这样的表现真的是非常值得为他鼓掌 恭喜所有Palantir的持仓的人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说到这里 大家请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美国选举 以及美国选举之后这个股指期货的动向上面 咱们明天再说好再见